这就是快跟听波叶大吉说 Euphobia和Dramatica 嘿你知道吗 有一种大吉鼠植物 它可是非常稀有的物种 就像大熊猫一样珍贵 这种植物就是原产于野门南部 索马里和爱桑俄比亚等地区的植物 今天呢 小新这期视频就带你了解这种波叶大吉 它喜欢生长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干燥平原 和原石荒地之中 它还有一个绰号 叫Hedematica 这个意思呢 是源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德拉茅地区 那里是它的主要的原生栖息地 别看它长得小 它成熟的植物呢 也不到10厘米高 但它的样子特别可爱 像一块小胡萝卜 它最独特的地方呢 就是从小树干顶部长出的肉质叶子 淡青雌色的叶子 像细细的波浪一样 它的边缘非常的结实 给人一种精致的美感 那为什么它会进化出这个样子呢 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呢 周围没什么植物 阳光紫外线非常的强烈 为了减少阳光的照射 然后还有水分的蒸发 它把叶子进化成这种波浪的 并且它老叶子脱落的痕迹 也可以清晰在身上看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树干上还会出现出柔和的螺旋的图案 就像岁月留下的印记 那它为什么会在冬季时把叶子落下呢 因为它的干 它的这个像胡萝卜一样的枝干 也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 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就可以不要叶子 只靠它的这个根块茎就能够存活下来 这种植物和牛桑科的植物有些像 但是它们都属于不同的属 但因为它们的原生栖息地较为相近 所以做出了这种躯同的进化 可以看出叶子牛桑和这种植物的样子 是有一些一样的 这种大几棵的植物 在有叶子的时候可能和牛桑是差不多的 但它只要一开花一结果就能露出马脚了 它的这个果子非常的像不闻球的那个果子 这就是典型的大几棵的这个种子 虽然长得小巧可爱又精致 不过它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非常的怕冷 生长速度也非常的慢 那它为什么会生长速度慢呢 这也是快根植物的神奇之处 原来它体内有一种可以调节自身生长速度的基因 能够让植物 就是它的生成代谢变慢 延长它的寿命 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它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大吉鼠的植物 让人感受到了自然的魅力 虽然小呢 非常的精致 就像大自然的艺术品一般 它可以作为观赏的植物种植 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它的生长环境 它自然生长在干燥的平原和岩石荒地 所以种植时需要提供类似的环境 比如说排水性良好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 二抗寒的能力 它非常容易受到寒冷的影响 所以在寒冷地区种植需要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 例如在冬季时把它挪到温暖的室内 三就是它生长非常的缓慢 所以要有耐心等待它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养殖这种剥叶大吉就不能让它像象牙公一样长得非常的大 那就是要给它一些耐心 在它有叶子的时候能够展现出它独特的这种魅力 总体来说如果你能提供它生长的环境 并且愿意耐心的照顾它 那么它同样可以作为一个美丽而独特的观赏植物来种植 那它的繁殖最好就是播种 这样子 好了本期小星的视频就到这了 各位小伙伴们看完之后给个一键三点加关注吧 如果有喜欢快根植物 龙石兰多肉植物 然后还有芦荟的小伙伴 关注起来 咱们每天都有新的植物介绍 好了 如果大家对我现在的植物视频改版 觉得还不错的 那就留言区留言一下 我会继续努力精简视频 然后把视频做得更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